诗诗纪第八章 以法连人对基电说 你去与米电人征战 没有招我们同去 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他们就与基电大大的争吵 基电对他们说 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以法连人拾取剩下的葡萄 不强过亚比乙蟹所摘的葡萄吗 神已将米电人的两个首领 额力和西一伯交在你们手中 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基电说了这话 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 基电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 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基电对书哥人说 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 因为他们疲乏了 我们追赶米电人的两个王 西巴和撒木拿 书哥人的首领回答说 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基电说 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在我手之后 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纸鸡打伤你们 基电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 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 皮努伊勒人也与书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 他向皮努伊勒人说 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楼 那时西巴和撒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都在加戈 约有一万五千人 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 已经被杀约有十二万拿刀的 基电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 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 杀败了米店人的军兵 因为他们坦然无惧 西巴和撒木拿逃跑 基电追赶他们 卓主米店的二王西巴和撒木拿 惊散全军 约阿世的儿子基电 由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 卓主书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 书哥的首领长老是谁 他就将首领长老七十七个人的名字写出来 基电到了书哥 对那里的人说 你们从前讥笑我说 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是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批发人吗 现在西巴和撒木拿在这里 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 用野地的经条和纸籍责打书哥人 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 杀了那城里的人 基电问西巴和撒木拿说 你们在他博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 回答说 他们好像你 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基电说 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骑士 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 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 于是对他的长子一帖说 你起来杀他们 但一帖因为是童子 害怕 不敢拔刀 西巴和撒木拿说 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如何 力量也是如何 基电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木拿 夺获他们骆驼向上戴的月牙圈 以色列人对基电说 你去救我们脱离米电人的手 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基电说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基电又对他们说 我有一件事求你们 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 他们说 我们情愿给你 就铺开一件外衣 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 基电所要出来的金耳环 重一千七百舍克勒金子 此外还有米电王所戴的月环 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并骆驼像上的金链子 基电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 设立在本城俄弗拉 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 这就做了基电和他全家的网罗 这样米电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头 基电还在的日子 国中太平四十年 约阿世的儿子耶路巴黎回去 住在自己家里 基电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他的妾住在世间 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基电与他起名 叫亚比米勒 约阿世的儿子基电 年纪老迈而死 葬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 在他父亲约阿世的坟墓里 基电死后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诸巴黎行邪淫 以巴黎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为仇敌之首的 也不照着耶路巴黎 就是基电向他们所示的恩惠 后代他的家